历代至上,第一章,亚当生色特,色特生以罗氏,以罗氏生该男,该男生马勒烈,马勒烈生雅烈,雅烈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寒,雅福。 雅福的儿子是戈面,马格,马代,雅丸,土巴,米舍,迪拉,戈面的儿子是亚士基纳,利法,陀加玛,雅丸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是集体,多胆,寒的儿子是古时,麦西,福,迦南,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斐拉,撒夫他,拉玛,撒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士巴,迪旦。 古时生宁禄,他就再是强盛。 闪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乌斯,虎勒,基铁,马士。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在他那时的被分了。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探,约探生亚摩达,沙列,哈萨玛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陆,亚比玛利,士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探的儿子。 闪生亚法萨,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西伯,西伯生法勒,法勒生拉鲁。 拉鲁生西路,西路生拿赫,拿赫生塔拉。 塔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的宗族记在下面,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尼比山。 尼什玛,杜玛,马萨,哈大,提玛,伊图,拿菲斯,基里玛。 这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切基达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兰,约山,米淡,米殿,伊什巴,淑亚。 约山的儿子是什巴,底蛋。 米殿的儿子是伊法,以弗,哈诺,亚比达,以乐达。 这都是基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 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可拉。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亚玛利。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 希尔的儿子是罗滩,朔巴,祭辩,亚拿,底顺,以查,底山。 罗滩的儿子是何利,何曼,罗滩的妹子是廷纳。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玛拿侠,以巴路,是非,阿南。 祭辩的儿子是亚雅,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伊兰,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辟罕,撒帆,亚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帝作王的记载下面, 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许他作王。 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滬山接许他作王。 护山死了,彼达的儿子哈达接许他作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的沙拜米殿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维德。 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许他作王。 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许他作王。 扫罗死了,亚格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许他作王。 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许他作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依,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 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叠族长,以兰族长。 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历代至上,第二章。 以色列的儿子是吕变,西勉,利未,犹大,以萨加,西布伦。 但,约瑟,汴亚敏,拿弗塔利,加德,亚舍。 犹大的儿子,士尔,俄南,史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亚女儿所生的。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未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 犹大的儿父他妈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以炭,西满,贾格,达拉,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是亚干,这亚干在受咒诅的误上犯了罪,是连累以色列的。 以炭的儿子是亚撒利亚。 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面,兰,基鲁拜。 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作由大人的首领。 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的,俄贝的生耶西。 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沙玛。 四子拿坦叶,五子拉带,六子阿仙,七子大卫。 他们的姊妹是西鲁亚和亚比该。 西鲁亚的儿子是亚比筛,约亚,亚撒黑,共三人。 亚比该生亚玛撒,亚玛撒的父亲是以十玛利人一铁。 西斯伦的儿子,迦勒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硕霸、亚敦。 阿苏巴死了,迦勒又娶一法他,生了护尔。 护尔生乌利,乌利生离撒裂。 西斯伦正六十岁,娶了激烈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 马吉的女儿生了西哥。 西哥生亚尔。 亚尔在激烈地有二十三个成义。 他又夺了积数,亚兰连同亚尔的村庄,并积纳和其村庄,共六十个成义。 这都是蜀鸡猎父亲马吉之子的。 西斯伦在迦勒,以法他死后,他的七亚比亚给他生了亚施户,亚施户是提戈亚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长子兰,又生不拿,阿连,阿仙,亚西亚。 耶拉灭又娶一妻,名叫亚他拉,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灭长子兰的儿子是马斯,亚米,以杰。 阿南的儿子是沙迈,亚大。 沙迈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树。 亚比树的七名叫亚比海,亚比海给他生了亚半和魔力。 拿达的儿子是西列,亚变,西列死了,没有儿子。 亚变的儿子是以士,以士的儿子是士山,士山的儿子是亚来。 沙迈兄弟亚大的儿子是一铁,约拿丹,一铁死了,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萨萨。 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 士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士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 士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拿丹生撒巴。 撒巴生以弗拉,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耶护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利斯,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买,西斯买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 耶拉灭兄弟迦勒的长子米莎,是西福之族。 玛丽莎的儿子是西伯伦之族。 西伯伦的儿子是可拉,他普亚,利肯,士马。 士马生拉罕,是约干之族。 利肯生沙玛。 沙玛的儿子是马云,马云是伯素之族。 迦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萨,加谢,哈兰生加谢。 亚代的儿子是利剑,约坦,基山,皮利,以法,沙亚福。 迦勒的妾玛家生识别,特哈纳。 又生麦玛拿之族沙亚福,摩比拿和基比亚之族是法。 迦勒的女儿是亚萨。 迦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护尔的儿子,记在下面,激烈耶林之族说罢。 伯利恒之族撒玛,伯加德之族哈勒。 激烈耶林之族说罢的子孙是哈罗以和一半马拿哈人。 激烈耶林的诸族是以铁人,布特人,舒马人,逆来人,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识陶人来。 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他律伯约亚人,一半马拿哈人,索利人。 何诸亚比斯众文释迦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立贾家之族哈勒所生的。 历代至上,第三章,大魏在西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稣列人亚西暖生的。 次子弹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 三子亚沙龙是基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生的。 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 五子士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 六子以特念是大魏的七以格拉生的。 这六人都是大魏在西伯伦生的。 大魏在西伯伦作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大魏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士士米亚、硕霸、拿丹、所罗门。 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把舒亚生的。 还有一侠以利沙玛、以利法列。 罗加、尼腓、亚非亚。 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九人。 这都是大魏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妈。 妃嫔的儿子不在其内。 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 罗伯安的儿子是亚比亚。 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 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 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 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施。 约阿施的儿子是亚马谢。 亚马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 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 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加。 西西加的儿子是玛拿西。 玛拿西的儿子是亚门。 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 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 四子是约亚靖。 三子是西底加。 四子是沙龙。 约亚靖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加。 耶哥尼亚贝罗。 他的儿子是撒拉铁。 马基兰。 皮大雅是拿萨、耶加米和沙马、尼达比亚。 皮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伯是美。 索罗巴伯的儿子是米书兰、哈拿尼亚。 他们的妹子名叫是罗密。 米书兰的儿子是哈书巴、阿黑、比利加、哈萨迪、鱼沙西西共五人。 哈拿尼亚的儿子是皮拉提、耶沙亚。 还有利法亚的重子、亚尔南的重子、俄巴底亚的重子是加尼的重子。 释迦尼的儿子是石玛亚。 石玛亚的儿子是哈图、以甲、巴利亚、尼利亚、沙法共六人。 尼利亚的儿子是以利约乃、西西加、亚斯利干共三人。 以利约乃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时、皮莱雅、阿古、约哈南、地莱雅、阿拿尼共七人。 历代至上第四章。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霍尔、朔巴。 朔巴的儿子利亚亚生亚哈、亚哈生亚护买和拉哈。 这是索拉人的诸族。 以坦之族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施玛、伊德巴。 他们的妹子名叫哈希勒·波尼。 基多之族是皮努伊勒。 护沙之族是以谢尔。 这都是伯利恒之族以法他的长子护儿所生的。 提戈亚之族亚施户有两个妻子, 一名希拉、一名拿拉。 拿拉给亚施户生亚护萨、西弗、提米尼、哈霞斯塔利。 这都是拿拉的儿子。 希拉的儿子是喜列、索霞、伊提南。 哥斯生亚诺、索比巴、并哈伦儿子亚哈黑的诸族。 亚比斯比他众地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舒哈的兄弟, 几绿生米黑, 米黑是伊诗屯之族。 伊诗屯生伯拉巴、巴西亚、病尔、 拿霞之祖提心拿, 这都是利家人。 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涅、西莱雅。 俄陀涅的儿子是哈塔。 敏诺太生俄弗拉, 西莱雅生下那新谷的人之祖约亚。 他们都是匠人。 耶弗尼的儿子是迦勒, 迦勒的儿子是以洛、以拉、拿安。 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 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西法、提利、亚撒列。 以斯拉的儿子是伊铁、米列、以弗、亚伦。 他生米利安、沙迈和以时提摩之祖一霸。 米列又娶耶护蒂雅魏妻, 生姬多之祖雅列、 缩戈之祖西伯和撒罗亚之祖耶古铁。 都是米列取法老女儿比提雅魏妻的儿子。 和蒂雅的妻是拿涵的妹子。 他所生的儿子是加米人基伊拉和马家人, 以时提摩之祖。 世门的儿子是暗嫩、林娜、 便哈南、提伦。 以氏的儿子是缩黑语便缩黑。 犹大的儿子是士拉, 士拉的儿子是利家之祖尔、 玛丽莎之祖拉大和蜀亚石笔族 知系麻布的各家。 还有约静、戈西巴人、 约阿师、萨拉 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 又有雅书比利亨。 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 这些人都是陶匠, 是住在栽种之地和篱坝内的, 与王同处, 为王做工。 西面的儿子是尼姆利、 雅米、雅利、 谢拉、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 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马。 米施马的儿子是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撒克, 撒克的儿子是士美。 是没有十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他弟兄的儿女不多, 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 西面人住在别是巴、 摩拉大、哈萨淑亚、 匹拉、以森、陀拉、 比土利、赫尔玛、 喜格拉、 伯玛加伯、 哈萨苏心、 伯比利、沙拉因。 这些诚意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 都是属西面人的。 他们的五个诚意是 以坦、亚因、临门、 陀剑、亚善。 还有蜀城的乡村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的住处, 他们都有家谱。 还有米索巴、 雅米勒、 亚马歇的儿子约沙。 约尔、 约士比的儿子耶护, 约士比是西来亚的儿子, 西来亚是亚靴的儿子。 还有以利约乃、 雅各巴、 约朔海、 亚帅亚、 亚底叶、 耶西面、 比拿亚。 是非的儿子西萨。 是非是亚龙的儿子, 亚龙是耶大亚的儿子, 耶大亚是申利的儿子, 申利是是玛亚的儿子。 以上所记的人明都是在各家市中为首领的, 他们附加的人数大大增多。 他们往古地东边积多口去, 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 寻得肥美的草场地, 又宽阔又平静。 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路鸣的人, 在由大王西西加年间, 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住处, 将他们灭尽, 就住在他们的地方。 直到今日, 因为那里有草场, 可以牧放羊群。 这西面人中, 有五百人上西尔山, 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 尼利亚, 利法亚和吴靴, 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 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历代至上, 第五章, 以色列长子吕变的儿子, 吕变原是长子, 只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 就归了以色列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 只是按家谱并不算长子。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总长也是从他而出, 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就说, 以色列长子吕变的儿子是哈诺, 法洛, 西斯伦, 加米。 约尔的儿子是士玛雅, 士玛雅的儿子是哥哥, 哥哥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利亚雅, 利亚雅的儿子是巴黎, 巴黎的儿子是贝拉。 这贝拉做吕变之派的首领, 被亚述王提及拉皮尼瑟鲁去。 他的弟兄赵住家是, 按着宗族的家谱, 坐族长的是耶利, 萨加利亚, 比拉。 比拉是亚撒的儿子, 亚撒是士玛的儿子, 士玛是悦尔的儿子, 悦尔所住的地方, 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泊和巴黎面。 他又想东从右发拉底河到旷野入口居住, 因为他们在激烈地牲畜增多。 扫罗年间, 他们与夏甲人征战, 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 他们就在激烈东边的泉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 迦德的子孙在旅边对面住在巴山地, 沿岛撒家。 他们中间有座族长的悦尔, 有座副族长的沙帆, 还有雅乃和住在巴山的沙帆。 他们父家的弟兄是米加勒, 米书兰, 士巴, 约赖, 雅干, 西亚, 西伯, 贡齐人。 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 亚比孩是护利的儿子, 护利是耶罗亚的儿子, 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耶士塞的儿子, 耶士塞是耶哈多的儿子, 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 还有古尼的孙子, 亚比迭的儿子亚西。 这都是在他们父家做首领的。 他们住在基列与巴山和巴山的村庄, 并沙伦的郊野, 直到四围的交界。 这些人在由大王约坦, 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 都载如家谱。 吕遍人, 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能拿挡牌和刀剑, 拉弓射剑, 出征善战的勇士, 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名。 他们与夏甲人, 依图人, 拿非诗人, 挪达人征战。 他们得了神的帮助, 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镇上呼求, 神, 神就应允他们, 因为他们依赖, 神, 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 有骆驼五万, 羊二十五万, 驴二千, 又有人十万。 敌人被沙普倒得甚多, 因为这征战是出乎神。 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 直到被掳的时候,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 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 士尼尔与黑门山, 他们的附加之手是以福, 以士, 以列, 亚斯列, 耶利米和达威亚, 亚迭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有名的人, 也是做他们副家之手的。 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 随从那地之民的众神形邪隐, 证明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 故此, 以色列的神机动亚述王普勒, 和亚述王提吉拉皮尼瑟的心灵, 他们就把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勒, 哈勒, 哈勒与哥赛河边, 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历代至上, 第六章, 立位的儿子是格顺, 哥侠, 米拉利,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吴血,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 摩西, 还有女儿米利安,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玛, 以利亚撒生菲尼哈, 菲尼哈生亚比书, 亚比书生不羁, 不羁生乌西, 乌西生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生米拉月, 米拉约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撒都, 撒都生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约哈南, 约哈南生亚撒利亚, 这亚撒利亚在所罗门于耶路撒冷所建造的殿中, 共计四的职份, 亚撒利亚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撒都, 撒都生沙龙, 沙龙生希勒家, 希勒家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来亚, 西来亚生约撒达, 当耶和华建尼布贾尼撒的首鲁略游大河, 耶路撒冷人的时候, 这约撒达也被掳去, 历位的儿子是格顺, 哥侠, 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名叫利尼, 是美,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吴穴,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姆士, 这是按照利未人宗族分的格项, 格顺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雅哈, 雅哈的儿子是辛玛, 辛玛的儿子是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伊多, 伊多的儿子是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哥侠的儿子是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撒, 以比亚撒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的儿子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是乌烈, 乌烈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是扫罗,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亚西摩, 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 索菲的儿子是拿哈, 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摩尔, 撒摩尔的长子是瓦什尼, 次子是亚比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摩利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乌撒, 乌撒的儿子是士米亚, 士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 约归安设之后, 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 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叉, 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 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 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 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西曼, 西曼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撒摩尔的儿子, 撒摩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 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陀亚的儿子, 陀亚是苏福的儿子, 苏福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玛哈的儿子, 玛哈是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亚萝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西凡亚的儿子, 西凡亚是他哈的儿子, 他哈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是以比亚撒的儿子, 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 以色哈是戈侠的儿子 戈侠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 西曼的族雄亚萨是比利加的儿子 亚萨在西曼右边供置 比利加是士米亚的儿子 士米亚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玛基亚的儿子 玛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以炭的儿子 以炭是辛玛的儿子 辛玛是士美的儿子 士美是雅哈的儿子 雅哈是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利未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 在他们左边供置的有一炭 以炭是基士的儿子 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 亚伯底是玛路的儿子 玛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亚马谢的儿子 亚马谢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岸西的儿子 岸西是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沙迈的儿子 沙迈是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母士的儿子 母士是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 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 也被派办神殿中账母的一切事 亚伦和他的子孙 在梵祭坛和香坛上线祭奉香 又在至圣之处办理一切的事 为以色列赎罪是赵 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 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 布基的儿子是乌西 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图 亚西图的儿子是撒多 撒多的儿子是亚西玛斯 他们的住处便满戈侠族亚伦子孙境内的城内 戈侠族亚伦的子孙至谦得地 他们在犹大地中得了西伯伦和四维的交野 只是蜀城的田地和村庄都 威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索得 亚伦的子孙得了犹大的陶城 名叫西伯伦又得了利拿与其交野 亚提尔以什提莫与其交野 西伦与其交野 底壁与其交野 亚山与其交野 博士迈与其交野 在遍雅敏之派的地中 得了加巴与其交野 阿勒密与其交野 亚拿兔与其交野 他们诸家所得的成贡十三座 戈侠的子孙就是戈侠族所余下的人 又按迁 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得了十座城 格顺的子孙遍籍宗族在以撒加之派的地中 亚舍之派的地中 拿夫塔利之派的地中 巴山内玛拿西之派的地中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利的子孙通族岸迁 在吕汴之派的地中 加德之派的地中 西伯伦之派的地中 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将这些城与其交野给了利未人 这一上露明的城 在犹大西面 遍雅敏三支派的地中 以色列人按签给了他们 戈侠子孙中其余的家 在以法连支派的地中也得了诚意 再以法连山的得了桃城市建与其交野 又得了基瑟与其交野 约缅与其交野 伯和伦与其交野 亚雅伦与其交野 加特临门与其交野 戈侠子孙其余的家 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亚乃与其交野 比连与其交野 戈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中 得了巴山低戈兰与其交野 亚斯塔路与其交野 又在以撒加支派的地中 得了基迪斯与其交野 大比拉与其交野 拉莫与其交野 亚年与其交野 在亚舍支派的地中 得了马沙与其交野 亚顿与其交野 互哥与其交野 利河与其交野 在拿福塔利支派的地中 得了加利利的基迪斯与其交野 哈姆与其交野 基列亭与其交野 还有米拉利族的人 在西布伦支派的地中 得了林摩诺与其交野 塔伯与其交野 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 在吕汴之派的地中 得了旷野的比西与其交野 雅杂与其交野 基底墨与其交野 米法亚与其交野 又在加德支派的地中 得了激烈的拉莫与其交野 马哈念与其交野 西石北与其交野 雅谢与其交野 历代至上 第七章 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 普瓦 约伯 申伦 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 利法亚 耶勒 雅买 伊伯散 是姆利 都是他们父家 就是陀拉家之首 在他们宗族中 都是大能的勇士 到大卫年间 他们的人数 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 是米加勒 俄巴底亚 约尔 伊士雅 共五人 都是族长 此外 与他们在一起的 按照他们宗族 附加出战的军队 共有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七和子众多 他们的族弟兄 在以撒家各族中 都是大能的勇士 按照加普计算 共有八万七千人 便雅敏的儿子 是比拉 比杰 耶迭 共三人 比拉的儿子 是以斯本 乌西 乌靴 耶利 以利 共五人 都是他们父家之首 是大能的勇士 按照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 共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 比杰的儿子 是西米拉 约阿师 以利以谢 以利约乃 岸利 耶利墨 亚比亚 亚拿图 亚拉绵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他们父家之首 是大能的勇士 按照他们宗族的家谱 其数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耶迭的儿子是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 是耶乌师 便雅敏 以乎 基拿拿 西坦 他师 雅西沙 这都是耶迭的儿子 都是族长 是大能的勇士 他们的子孙 能上阵打仗的 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 还有耶尔的儿子 淑品 护品 并亚黑的儿子 护身 拿福他利的儿子 是雅靴 孤尼 耶瑟 沙龙 这都是辟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 亚斯列 是他所生的 他的窃续利亚人 却生了激烈之父 马吉 马吉娶的妻 是护品 淑品的妹子 名叫马家 马拿西的次子 名叫西罗菲哈 西罗菲哈 但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 马家生了一个儿子 其名叫皮利士 皮利士的兄弟 名叫施利士 施利士的儿子 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是比达 这都是基列的子孙 基列是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 基列的妹子哈摩利 集生了伊什和 亚比亚县 马拉 施米达的儿子 是亚县 士剑 利可西 阿尼安 以法莲的儿子 是舒迪勒 舒迪勒的儿子 是比列 比列的儿子 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 是以拉达 以拉达的儿子 是塔哈 塔哈的儿子 是萨巴 萨巴的儿子 是舒迪了 以法莲又生以谢 以猎 这二人因为下去 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 以法莲为他们 悲哀了多日 他的弟兄 都来安慰他 以法莲与妻同房 他其就怀孕生了一子 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 就给这儿子 起名叫比利亚 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 就是建筑上伯 和伦 夏伯 和伦语 无险舍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 是利法和利息 利息的儿子 是塔拉 塔拉的儿子 是塔罕 塔罕的儿子 是拉旦 拉旦的儿子 是亚米乎 亚米乎的儿子 是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 是嫩 嫩的儿子 是约书亚 以法莲人的地 叶河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 东边拿兰 西边基瑟与其村庄 是建与其村庄 直到加萨与其村庄 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 伯善与其村庄 塔纳与其村庄 米吉多与其村庄 多尔与其村庄 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 住在这些地方 亚舍的儿子 是因拿 亿施瓦 亿施维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希腊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 马杰 马杰是比撒威的父亲 西别生亚弗勒 朔摩 何坦 和他们的妹子舒亚 亚弗勒的儿子 是巴萨 禀哈 亚施法 这都是亚弗勒的儿子 朔摩的儿子 是亚西 罗加 耶虎巴 亚兰 朔摩兄弟西连的儿子 是索法 因那 士里斯 亚摩 索法的儿子 是舒亚 哈尼弗 舒阿勒 比利 尹拉 比西 河达 山马 施沙 伊兰 比拉 伊帖的儿子 是耶弗尼 皮斯巴 亚拉 乌拉的儿子 是亚拉 汉尼耶 利歇 这都是亚舍的子孙 都做他们副家之首 是精壮大能的勇士 也是首领中的头目 按着加普计算 他们的子孙 能出战的 共有二万六千人 历代至上 第八章 编雅敏的长子比拉 次子亚十别 三子亚哈拉 四子挪哈 五子拉法 比拉的儿子 是亚大 吉拉 亚比乎 亚比书 乃曼 亚和亚 吉拉 士福逊 忽兰 以乎的儿子 做加巴居民的族长 被迁移到 马拿下 乃曼 亚西亚 吉拉 也被迁移 吉拉 生乌萨 亚西乎 沙哈联修他二妻 护身和巴拉之后 在摩押地 生而养女 他从他的七赫的 生了约巴 西比亚 米沙 马拉干 耶乌斯 沙加 米马 他这些儿子 都是族长 他的七护身 给他生的儿子 有亚比图 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 是西伯 米山 沙迈 沙迈建立 阿罗和罗德二城 与其村庄 又有比利亚和士马 是亚亚伦居民的族长 是驱逐加特人的 亚西约 沙沙 耶利墨 西巴蒂亚 亚拉德 亚德 米迦勒 伊什巴 约哈 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 米苏兰 西西基 西伯 伊什米莱 伊斯利亚 约巴 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雅结 西基列 撒迪 以利乃 喜乐泰 以列 亚大雅 比拉雅 沙拉 都是是美的儿子 伊什班 西伯 以列 亚伯顿 西基利 哈南 哈纳尼亚 伊兰 安陀提亚 伊弗迪亚 皮努伊勒 都是沙沙的儿子 山石来 是哈利 亚太利亚 亚利西 以利亚 西基利 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这些人 都是按他们宗族 做族常 为首领 这些人 都住在 耶路撒冷 鸡变的父亲 住在鸡变 他的七名叫 马家 他长子 是亚伯顿 他又生 苏尔 鸡是 巴利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撒加 米基罗 米基罗生 士米安 这些人 和他们的弟兄 在耶路撒冷 对面居住 尼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 约拿丹 麦基书亚 亚比拿达 伊什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 是米妃 波舍 米妃 波舍生米家 米家的儿子 是皮顿 米勒 塔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 耶和阿达 耶和阿达 生亚拉面 亚斯马威 辛利 辛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 是拉法 拉法的儿子 是伊利亚萨 伊利亚萨的儿子 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 是亚斯利干 波基禄 以什玛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兄弟 以赦的长子 是乌兰 次子耶乌施 三子是以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 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许多的子孙 共一百五十名 都是扁亚米人 历代至上 第九章 以色列众人 都按加普计算 正写在以色列 和犹大诸王记上 他们因犯罪 就被掳到巴比伦 先从巴比伦回来 住在自己 低业诚意中的 有以色列人 祭司 利伟人 你提名 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犹大人 便亚米人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犹大儿子 法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太 乌太是亚米乎的儿子 亚米乎是暗利的儿子 暗利是阴利的儿子 阴利是巴尼的儿子 世罗的子孙中 有长子亚帅亚 和他的种子 谢拉的子孙中 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 共六百九十人 便亚米人中 有哈西努亚的曾孙 和达威亚的孙子 米书兰的儿子撒露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伊比尼亚 米基利的孙子 乌西的儿子以拉 伊比尼亚的曾孙 刘尔的孙子 释法提亚的儿子 米书兰 和他们的弟兄 按照他们宗族 共有九百五十六名 这些人都在他们 父家中位守的 祭祀中有耶大雅 耶和亚利 亚金 还有管理 神殿希勒家的儿子 亚萨利亚 希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有马基亚的曾孙 巴施霍尔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 又有亚迪耶的儿子马赛 亚迪耶是亚西希拉的儿子 亚西希拉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 米什利密是阴脉的儿子 并他们的弟兄 他们父家之首领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 历位人米拉利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亚的曾孙 亚利干的孙子 哈树的儿子是玛雅 尤巴巴甲 黑勒施 加拉 并亚萨的曾孙 希基利的孙子 米家的儿子马探雅 又有耶度顿的曾孙 加拉的孙子 是玛雅的儿子厄巴底 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 亚萨的儿子比利加 他们都住在 尼陀法人的村庄 守门的是沙龙 亚古 达门 亚西曼 和他们的弟兄 沙龙魏常 从前这些人 看守朝东的王门 他们在历位人队中 魏守门的 可拉的曾孙 以比亚撒的孙子 可利的儿子沙龙 和他的足弟兄 可拉人 都管理使用之工 并守会幕的门 他们的祖宗曾同管 耶和华的军队 曾做把守门的 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管理他们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米什利米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 是看守会幕之门的 被选守门的人 共有212名 他们在自己的村庄 按着加普计算 是大卫和先线 撒末尔所派 当这井要执任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看守 耶和华殿的门 就是会幕的门 在东西南北 四方都有守门的 他们的族弟兄 住在村庄 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 这四个门领 都是立卫人 各有紧要的职任 看守神殿的旁屋服库 他们住在 神殿的四围 是因委托他们守殿 要每日早晨开门 立卫人中 有管理使用器皿的 按着数目拿出拿入 又有人管理器具 和圣索的器皿 并洗面酒 油 乳香 香料 祭祀中 有人用香料 做告犹 立卫人 马塔提亚 是可拉族 沙龙的长子 他紧要的职任 是管理盘中 烤的物 他们族弟兄 哥俠子孙中 有管理陈舍饼的 每安息日 预备百炼 歌唱的有立卫人的族厂 住在鼠殿的房屋 昼夜供职 不做别样的工 以上立卫人的各族厂 都是宗族之中位守的 这些人都住在耶路撒冷 在鸡变住的 有鸡变的父亲耶利 他的七名叫马家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鸡氏 巴利 尼尔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撒加利亚 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 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尼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 麦基书亚 亚比拿达 伊士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 是米妃波舍 米妃波舍生米家 米家的儿子是皮敦 米勒 塔利亚 亚哈斯 亚哈斯生亚拉 亚拉生亚拉密 亚斯马威 辛利 辛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生利法亚 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 波基路 以什玛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历代至上 第十章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吉利波山 又被杀捕倒的 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亚比拿达 麦吉舒亚 攻击扫罗的士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指中 就被射伤 扫罗就对拿他盔甲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 将我刺透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他盔甲的人不肯 因他甚举怕 扫罗就自己拿起刀来 扶在旗上 拿他盔甲的人剑 扫罗已死 也照样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 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驻古地的以色列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非利士人便来住在旗中 次日 非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 扑倒在基里波山 就拨了他的盔甲 割下他的手脊 送到非利士帝的四镜报信 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 又将他的盔甲 放在他们众神的庙里 将他的手脊钉在大滚庙中 亚比 激烈人 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送到亚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亚比的项树下 就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 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有灵使的的妇人 去求问灵使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位 历代至上第十一章 以色列众人聚集到西伯伦见大卫 说 请看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 在以色列率领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你的 神也曾应许你说 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 做治理我民以色列的 于是 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西伯伦见大卫王 大卫在西伯伦 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 使赵 耶和华界撒摩尔所说的话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 就是耶布斯 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 耶布斯的居民对大卫说 你绝不能进这地方 然而 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的城 大卫说 谁先攻打耶布斯人 必做首领元帅 西卢雅的儿子约亚先上去 就做了元帅 大卫住在保障里 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 大卫又从米罗起 四围建筑城墙 其余的是约压修理 大卫日渐强盛 因为大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以下记录 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 就是奋勇帮助他德国 赵主 耶和华论到以色列的话 与以色列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 大卫勇士的数目记载下面 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 他是军长的统领 一时举枪杀了三百人 其次是亚和亚人 朵朵的儿子以利亚撒 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 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米 菲利士人在那里聚集要打仗 那里有一块藏满大麦的地 众民就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他们便在那块地中间 救护了那地 又杀菲利士人 耶和华大师拯救 保全他们 三十个军长中的三个人 下到磐石那里 进了亚赌蓝洞舰大卫 菲利士的军队在立伐阴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 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 大卫可想 说 慎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锦里的水打来 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士人的军队 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 拿来奉给大卫 他却不肯喝 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 说 我的 神啊 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 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 我岂可去喝 神断不许我 如此 大卫不肯喝 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约亚的兄弟亚比筛 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举枪杀了三百人 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 是最尊贵的 所以做他们的首领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尤甲薛勇是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 他杀了像狮子般的两个摩亚人 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 去杀了一个狮子 他又杀了一个埃及人 埃及人身高无肘 手里拿着枪 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 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 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雅所行的事 就在三个勇士里的了名 他正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 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座护未尝 军中的勇士 有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伯利恒人朵朵的儿子 伊勒哈南 哈利人沙玛 比伦人西里斯 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 以拉 亚拿图人亚比以谢 护沙人西比该 亚和亚人以来 尼陀法人马哈莱 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西里 遍亚敏族基比亚人 历拜的儿子以太 比拉顿人比拿雅 加什西人护来 亚拉巴人亚比 巴鲁米人亚斯玛弗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 基孙人哈申的种子 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安 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 米基拉人西弗 比伦人亚西亚 加密人西斯罗 伊斯拜的儿子拿来 拿丹的兄弟约尔 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 亚门人喜乐 比路人拿哈莱 拿哈莱 是给西鲁亚的儿子约 亚拿盔甲的 以铁人以拉 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亚来的儿子萨巴 吕遍人是萨的儿子亚迪娜 他是吕遍之派中的一个族长 率领三十人 马家的儿子哈南 米特尼人约沙巴 亚是他拉人乌西亚 亚罗尔人和坦的儿子 沙玛 耶利 提起人身利的儿子耶迭 和他的兄弟约哈 马哈为人以利叶 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 约沙魏亚 摩押人伊特玛 以利叶 俄贝德 并迷索巴人亚西亚 历代至上 第十二章 大卫因怕激世的儿子扫罗 躲在喜格拉的时候 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 他们佩戴弓箭 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 都是变亚敏人扫罗的足弟兄 为首的是亚西一谢 其次是约阿施 都是基比亚人士玛的儿子 还有亚司马威的儿子 耶学和毗利又有比拉加 并亚拿图人耶护 即便人以施埋雅 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 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 雅哈西 约哈南 和基德拉人约萨巴 伊利乌塞 耶利墨 比亚利亚 士玛利亚 哈利夫人士法提亚 可拉人以利加拿 耶西亚 亚萨利亚 约以谢 亚朔班 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 尤拉和西巴蒂亚 加德之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 投奔大位 都是大能的勇士 能拿盾牌和党牌的战士 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 快跑如同山上的张鹿 第一以靴 第二俄巴蒂亚 第三以利亚 第四弥士玛拿 第五耶利米 第六亚太 第七以利叶 第八约哈南 第九以利萨巴 第十耶利米 第十一莫巴奈 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 至小的统领一百人 至大的统领一千人 正月 约旦河水长过两岸的时候 他们过河 使一切住古地的人 东奔西逃 又有遍雅敏和犹大人 到山寨大卫那里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若是和和平平地来帮助我 我先就与你们相弃 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 迈在敌人手里 愿我们列祖的神察看责法 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些军长的首领亚马萨 他就说 大卫啊 我们是归于你的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帮助你的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 因为你的神帮助你 大卫就收留他们 立他们做军长 大卫从前与非力士人同去 要与扫罗征战 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 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力士人 因为非力士人的首领商议 打发他们回去 说 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 归降他的主人扫罗 大卫往喜格拉去的时候 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 约萨巴 耶迭 米迦勒 约萨巴 以利护喜乐泰都来投奔他 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 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 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 以致成了大军 如神的军一样 预备打仗的兵来到西伯伦县大卫 要照着耶和华的画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 他们的数目如下 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 有六千八百人 西缅之派 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七千一百人 立位之派有四千六百人 耶和耶大士亚伦家的首领 跟从他的有三千七百人 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 同着他的有足长二十二人 便雅敏之派 扫罗的足弟兄也有三千人 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 以法连之派大能的勇士 在他们附加著名的有二万零八百人 马拿西半支派 册上有名的共一万八千人 都来里大为作王 以撒加之派有二百族长都通达十五 直到以色列所当行的 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西布伦之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 有十二万人 以上 一样都是能守航武的战士 他们都以完全的心来到西伯伦 要立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以色列其余的人 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 他们在那里三日 与大卫一同吃喝 因为他们的足弟兄弟 他们预备了 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 西布伦拿付他利人 将许多面饼 无花果饼 钱葡萄 酒 油 用驴 骆驼 骆子 牛驼来 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 因为在色列人中有欢乐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菲利士人来到巴里皮拉辛 大卫在那里杀拜他们 大卫说 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 如同水冲去一般 因此称那地方为巴里皮拉辛 菲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 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 菲利士人又不散在历伐阴谷 大卫又求问 神 神说 不要一直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烧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 去攻打菲利士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 攻打菲利士人的军队 从今便指导积色 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 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 历代至上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会预备地方 知打仗 那时大卫说 除了立位人之外 无人可抬神的约会 因为耶和华俭选他们抬神的约会 且永远是奉他 大卫将以色列众人都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枪耶和华的约会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 戈霞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 吉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氏玛亚和他的弟兄二百人 西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八十人 乌靴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立位人乌列亚帅亚 约尔是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召来 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 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杰 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会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他闯杀我们 于是祭司立位人自杰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抬上来 立位子孙就用杠尖台神的约会 是赵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 大卫小裕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伯作乐 欢欢喜喜的发声歌颂 于是立位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萨 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亚的儿子以探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 撒加利亚便雅靴是米拉莫 一些乌尼以利亚比拿亚马西亚马塔提亚以利匪利户 尼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 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箔发出响声 派撒加利亚亚靴是米拉莫 一些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亚古色用女音调 又派马塔提亚以利匪利户尼克尼亚俄别以东 耶利亚萨西亚领首弹琴用第八调 立位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 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 比利家以利加拿是约贵前守门的 祭司是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 撒加利亚比拿亚以利以谢在神的约贵前吹号 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贵前守门的 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贵台上来 神资恩与台耶和华约贵的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绵羊 大卫和台约贵的立位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 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脚 吹号 敲拨 鼓塞 弹琴 发出声音 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贵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尼甲从窗户里观看 献大卫王永岳跳舞 心里就轻视她 历代至上 第十六章 众人将神的约贵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账目里 就在神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凡祭和平安祭 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并且她分给以色列个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肥美的肉 一壶酒 大卫派几个立位人在 耶和华的约贵前侍奉 记录 称谢 赞美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位首的是亚萨 其次是撒加利亚 亚靴 士米拉莫 耶歇 马塔提亚 以利亚 比拿亚 俄别 以东 耶利 古色弹琴 唯有亚萨敲驳发出响声 祭司比拿亚和雅哈西常在 神的约贵前吹号 那日 大卫初次把称颂 耶和华的诗歌 交在亚萨和他的弟兄手中 你们要称谢 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众名中传扬他的座位 要向他唱诗 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座位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你们要纪念他所行的奇妙座位 和他的歧视 并他口中的叛语 你们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 他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你们要常常纪念他的约 纪念他所吩咐的花 直到千代 就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又将这约 向雅各定位律例 向以色列定位永远的约 说 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分 当时你们人丁有限 数目稀少 并且在那地有外人 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 从一国行到那民 耶和华不容甚魔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 说 不可触害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一交民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列国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荡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众神之上荡受敬畏 外邦的众神尽是偶像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荣耀和尊贵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 民中的各族啊 你们要降荣耀能力归给 耶和华都归给 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奉到他面前 当以圣洁伪装士敬拜 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 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愿诸天欢喜 愿大地快乐 愿人在列邦中说 耶和华做王了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 林中的树母都要在 耶和华面前出场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应当称谢耶和华呀 因他本位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应当说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救我们 聚集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交之民 我们好称谢你的圣民 以赞美你为夸耀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永远远 众民都说 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 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 在约会前常常侍奉耶和华 一日进一日的职份 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 六十八人 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 并和萨做守门的 且派祭司萨都和他弟兄 仲祭司在积变的高丘 耶和华的账目前 樊祭坛上每日早晚 照著耶和华律法书上 所吩咐以色列的 偿给耶和华县帆祭 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西曼 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 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西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 敲薄发出响声 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 耶杜顿的子孙做守门的 于是众民各归各家 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 历代至上第十七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 对先知拿丹说 看啊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返在曼子下 拿丹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神与你同在 当夜神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乃从这会墓到那会墓 从这帐墓到那帐墓 凡我同以色列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 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大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阳篮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阳群立你做治理我民以色列的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从你面前捡出你的一切仇敌 又使你得了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 再陪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是师 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授数过了归你列祖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 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 他的宝座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拿丹就按这一切话 照着一项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耶和华神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甚魔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神啊 这在你眼中悬看位小事 因你又应许你仆人的加之于求援 耶和华神啊 你看过我好像看过高贵的人 你家与你仆人的尊容 我还有何言可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耶和华啊 你行了这一切大事 并且都显明出来 是因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照你的心意 耶和华啊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再无 神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 行大而可谓的是驱逐列邦人 显出你的大名 你是以色列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 耶和华啊 你论到你仆人和仆人家所说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你的民永远坚立 被尊位大 说 大君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这样 你仆人大位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 我的 神啊 因你告诉你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你仆人在他心里于你面前祈祷 耶和华啊 唯有你是 神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你仆人 现在求你喜悦赐福给你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耶和华啊 因你赐福也必赐福到永远 历代至上第十八章 此后 大卫攻打非历史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蜀加特的村庄 他又攻打摩押 摩押人就臣服大卫给他进贡 所拔王哈大帝陷往右发拉底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 大卫夺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大卫又将拉战车的马都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来帮助所巴王哈大底线 大卫就杀了叙利亚人二万二千 于是大卫在叙利亚 大马士革的设立防营 叙利亚人就臣服他给他进贡 如此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叶和华都使他猛保守 大卫夺了哈大底谢臣仆 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大底蟹的提拔 和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所巴王哈大底蟹的全军 他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献大卫王问他的安 为他祝贺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蟹 原来陀乌与哈大底蟹常常征战 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摩亚、亚门、菲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 都分别卫生献给耶和华 西鲁亚的儿子亚比山又在严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臣服他 如此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猛保守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杀法座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作祭司长 杀为杀作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历代至上第十九章 此后亚门人的王拿霞死了 他儿子接许他做王 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霞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 要安慰他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未想查窥探 轻浮这地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剔取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臀骨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将臣仆所欲的事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卫增悟他们 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的银子 从美索不达米亚 叙利亚马家 索巴固战车和马兵 于是 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和马家王并他的军兵 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八千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 聚集交战 大卫听见了 就差派约亚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 约亚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叙利亚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 对住亚门人摆阵 约亚对亚比筛说 叙利亚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勇敢行事 愿耶和华平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约亚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在约亚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叙利亚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亚的兄弟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 约亚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叙利亚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打发使者江大河那边的叙利亚人调来 哈大底下的将军说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 来到他们那里迎着他们摆阵 大卫既摆阵攻击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就与他打仗 叙利亚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叙利亚七千辆战车的人 四万步兵又杀了叙利亚的将军说法 属哈大底下的诸王献自己败在以色列前 就与大卫和好 臣服他 于是叙利亚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历代至上 第二十章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约亚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亚攻打拉巴 将成亲父 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 其上的金子重一塌连的又欠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带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把他们用具用铁扒和铁斧剪出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基瑟与非力士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该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戏派 非力士人就被制服了 又与非力士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 男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鸡肘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巨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骂阵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 约拿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加特巨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历代至上第二十一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 激动大卫数点以色列 大卫就对约亚和民中的首领说 你们去数点以色列 从别是八指到蛋 回来将他们的数目告诉我 我好知道 约亚回答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 比现在加增百倍 我主我王啊 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 我主为何要行这事 为何他要使以色列 现在过饭里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 约亚就离开 走遍以色列地 回到耶路撒冷 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 以色列人拿刀的有一百一十万 由大人拿刀的有四十七万 唯有立位人和遍亚敏人 没有数在其中 因为约亚厌恶王的这命令 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 他便将栽给以色列 大卫祷告 神说我行的这是大有罪了 只是现在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耶和华小玉大卫的先见家的说 你去告诉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有三样在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将于你 于是 加德来县大卫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可以随意选择 或三年的饥荒 或败在你敌人面前 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 或在你国中有 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 耶和华的天使 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 现在你要想一想 我好回复 那差我来的 大卫对加德说 我身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极丰盛的怜悯 只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降温溢于以色列 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 神差遣天使去灭耶路撒冷 他正灭的时候 耶和华看见后悔 就不降这灾了 对灭城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那时 耶和华的天使 站在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旁边 大卫举目 看见 耶和华的天使 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身在耶路撒冷一上 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 面赴余地 大卫祷告 神说 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 我实在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圣魔呢 耶和华我 神啊 愿你的手加在我和我的副驾 不要加在你的民 降温一语他们 耶和华的天使 吩咐迦德去告诉大卫 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上位 耶和华住一座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凤 耶和华明所说的话上去了 那时 二南正打麦子 回头看见天使 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 大卫到了二南那里 二南看见大卫 就从河场上出去 脸浮余地 向他下拜 大卫对二南说 你将这河场之地卖给我 我必给你足甲 我好在其上位 耶和华住一座坛 是民间的瘟疫止住 二南对大卫说 你可以用这河场 愿我煮我王兆你所看位喜悦地去行 看啊 我也将牛给你做烦祭 把打凉的器具当柴烧 拿麦子做酥祭 这些我都送给你 大卫王对二南说 不然 我必要用足甲向你买 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 也不用白德之物献为烦祭 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六百摄克勒金子给二南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献烦祭和平安静 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食火从天降在烦祭坛上 耶和华吩咐天使 他就收刀入鞘 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上应允了他 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 耶和华的丈母和烦祭坛都在激变的高处 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 因为惧怕耶和华天使的刀 大卫就说 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献凡祭的坛 历代至上第二十二章 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帝的外邦人 从其中派石将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趁 又预备许多的香柏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 大卫说 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羽必须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列国 所以我要为殿羽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 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羽 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羽 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看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我必使他安居 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 他的名要叫索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羽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他做以色列王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他指着你说的话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 好治理以色列国 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 耶和华主父摩西论道 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就得亨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惊恐 也不要惊慌 看啊 如今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塔连得 银子一百万塔连的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并且你有许多匠人 就是石匠 木匠和一切能做个样工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办事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 帮助他儿子所罗门 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得休息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的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也荡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贵和供奉神的圣器米 都搬进位耶和华明建造的殿里 历代至上第二十三章 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招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 立位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 他们南丁的数目共有三万八千 其中有二万四千人管理耶和华殿的是 有六千人做官长和时事 有四千人做守门的 又有四千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送赞 耶和华 大卫将立位子孙格顺 各下米拉利的子孙奋了班次 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士美 拉旦的长子是耶歇 还有西坦和约尔共三人 士美的儿子 士士罗密 哈靴 哈兰三人 这是拉旦族的族长 士美的儿子是雅哈 西拿 耶乌施 比利亚共四人 雅哈是长子 西撒是次子 但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算为一族 格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共四人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 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 好分别至圣的物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是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的人摩西 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之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是西部业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 以斯哈的长子是世罗密 西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 次子是亚玛利亚 三子是亚哈西 四子是耶加面 乌靴的长子是米加 次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士 摩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基士 以利亚撒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 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摩利 以德 耶利莫共三人 以上立位子孙 做他们副家首领的 照着男丁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外 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 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已经使他的百姓休息 使他们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立位人不必再抬账目 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的话 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被树点 他们的职人是 服侍亚伦的子孙 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 并无中办事 捷径一切圣物 就是办神殿的事物 并管理陈舍饼 素季的细面 或无叫薄饼 或用奥烤 或用油吊盒的物 又管理各样的声斗尺度 每日早晚 站里称谢赞美耶和华 又在安息日 岳朔 并节期 江凡记都陷于耶和华 按述照例 长线到耶和华面前 又叫他们看守会幕和圣所 并守耶和华 主妇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 办耶和华殿的事 历代至上 第二十四章 亚伦子孙的班子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 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马 拿达 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女 故此 以利亚撒 以他马公祭司的职份 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 和以他马的子孙亚西米勒 同驻大魏将他们的祖弟兄 分成班子 以利亚撒子孙中位守的 比以他马子孙中位守的更多 他们便如此分班 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十六个 在他们父家中做首领 以他马的子孙中 按着他们父家做首领的 有八个 他们都如此至千分立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 神面前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撒的子孙 也有以他马的子孙 做书记的利亚撒的儿子 施玛雅在王和首领 与祭司撒都 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并继斯利亚人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 在以他马的子孙中取一族 之前的时候 第一支出来的是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雅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缩林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明 第七是哈格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时 第十二是雅金 第十三是湖巴 第十四是耶士比亚 第十五是毕加 第十六是阴脉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皮西 第十九是皮塔西亚 第二十是以西洁 第二十一是雅金 第二十二是加墨 第二十三是蒂莱雅 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界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半里事物 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 暗兰的子孙里有舒巴耶 舒巴耶的子孙里有耶西迪亚 立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以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 是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 西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 次子亚玛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子孙里有米加 米加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加的兄弟是伊士亚 伊士亚的子孙里有萨加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 母是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有比诺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 比诺 朔寒 撒克 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撒 伊利亚撒没有儿子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面 母士的儿子是摩利 伊德 耶利墨 按着他们附加这都是立位的子孙 他们也在大卫王和撒都 并亚西米勒与继斯立位人的族长面前之间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与弟兄没有分别 历代至上 第25章 大卫和众军长分派亚萨 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 骨色翘薄说语言 他们供职的人数集在下面 亚萨的儿子撒克 约瑟 尼探雅 亚萨比拉都归亚萨指教尊王的旨意唱歌 耶杜顿的儿子 基大利 西里 耶塞亚 哈莎比亚 马他提亚共六人 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 弹琴发语言 称谢 颂赞 耶和华 西曼的儿子 布基亚 马探雅 武靴 西布叶 耶利墨 哈拿尼亚 以利亚塔 基大利提 罗曼提 以谢 约士比加沙 马罗提 和提 马哈秀 这都是西曼的儿子 举角颂赞 西曼奉 神之命做王的先献 神赐给西曼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归他们父亲指教 在耶和华的殿唱歌 敲驳 弹琴 古色 伴神殿的事物 亚萨 耶度顿 西曼 都是王所命定的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 学习颂赞 耶和华 善于歌唱的 共有二百八十八人 这些人无论大小 为师的 为图的 都一同至千分了班次 第一支出来的是亚萨的儿子 约瑟 第二是基大利 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十二人 第三是撒克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四是依 NY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五是尼嘆呀 他 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六是布吉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七是耶撒里拉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八是耶赛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九是马探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是美 她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一是亚萨列 她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二是哈沙比亚 她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三是舒巴叶 她和她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四是马塔提亚 她和她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五是耶利墨 她和她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十六是哈拿尼亚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十七是约士比加沙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十八是哈纳尼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十九是马罗提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二十是以利亚他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二十一是和提 他和他儿子并地胸拱十二人 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 他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二十三是马哈秀 他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第二十四是罗曼提以谢 他和他儿子并递胸拱十二人 历代至上第二十六章 守门的班字记在下面 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 有可立的儿子米施利米亚 米施利米亚的长子是撒加利亚 次子是耶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耶提涅 五子是以兰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并且俄别以东的长子是玛雅 次子是约萨巴 三子是约亚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叶 六子是亚米利 七子是以撒加 八子是皮无利太 因为神赐福与俄别以东 他的儿子是玛雅 有几个儿子掌管他们父亲的家 因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 士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 利法义 俄贝德 以利萨巴 以利萨巴的弟兄是壮士 还有以利护和西玛加 这都是俄别 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并弟兄 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 俄别 以东的子孙 共六十二人 米施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 都是壮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子孙 和萨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申利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做长子 四子是希勒家 三子是底巴利亚 四子是萨加利亚 和萨的儿子并弟胸拱十三人 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 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 耶和华殿里按班公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父家指签 分手个门 守东门的签落在士利米亚 他的儿子撒加利亚 是精明的谋士 他们为他指签 他的签置出来 是守北门的 俄别 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亚书聘的家 书聘与和萨的签守西门 与沙利基门 通着往上去的街道旁 搬与搬相对 每日东门有六个立位人 北门有四个 南门有四个 亚书聘有两个 又有两个轮班替换 在巴巴西面 街道上有四个 在巴巴上有两个 以上是可拉子孙 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 历位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 神殿的府库和圣武的府库 格顺族拉旦子孙里 坐族长的是格顺族拉旦的子孙 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 和他兄弟约尔掌管 耶和华殿里的府库 安兰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靴族 也有职份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 西部业掌管府库 还有他的弟兄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是耶筛亚 耶筛亚的儿子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是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是罗密 这是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府库的圣物 就是大魏王和众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并军长所分别位圣的物 他们将争战时所夺的财物 分别位圣 以备供应耶和华的殿 先见撒末尔 基氏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西卢亚的儿子约亚 所分别位圣的物 都归是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 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作官长河士师 管理以色列的外事 西伯伦族有哈沙比亚和他弟兄一千七百人 都是勇士 在约旦河西以色列的伴侣 耶和华与王的事 西伯伦宗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 大魏做王第四十年 在激烈的雅谢 从这族中寻的大能的勇士 耶利亚的弟兄有二千七百人 都是勇士且做族长 大魏王派他们在吕变之派 加德之派 马拿西半之派中办理神和王的事 历代至上第二十七章 以色列人的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 每班是二万四千人 周年按月轮流 替换出入服侍王 正月第一班的班长 是萨巴蒂耶的儿子亚硕班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的子孙 同管正月班的一切君长 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 还有副官密基罗 他班内也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班长 是祭司场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这比拿雅 是那三十人中的勇士 并且在那三十人之上 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按米萨巴 四月第四班的班长 是约亚的兄弟亚撒黑 接续他的是他儿子西巴蒂亚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班长 是伊斯拉人山河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班长 是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伊拉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比伦人西利斯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护杀人西比盖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 是遍亚敏族亚拿图人亚比以谢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兰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比拉顿人比拿雅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 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代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管理以色列众之派的记载下面 管吕辩人的是西基利的儿子 以利以谢 管西缅人的是马加的儿子 是法提亚 管利未人的是基姆利的儿子 哈沙比亚 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 管犹大人的是大魏的一个哥哥 以利户 管以萨加人的是米加勒的儿子 管西布伦人的是 俄巴蒂亚的儿子伊什玛雅 管拿弗塔利人的是 亚斯列的儿子耶利默 管伊法连人的是 阿萨西亚的儿子何西亚 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 皮大雅的儿子约尔 管基列地马拿西纳半支派的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伊多 管辩亚敏人的是 亚尼尔的儿子亚西亚 管弹人的是 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 以上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内的 大魏没有祭祭树目 因耶和华曾应许说 必增添以色列如诸天的星那样多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动手数点 却没有点完 因为耶和华的列怒临到以色列 树目也没有写在大魏王记上 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迭的儿子亚斯玛威 掌管田野城一村庄城累之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 掌管耕田种地的是 积虑的儿子以色列 掌管葡萄园的是 拉玛人是美 掌管葡萄园酒窖的是 石浮米人撒巴迪 掌管低地橄榄树和桑树的 是基地利人巴勒哈南 掌管油库的是 于阿世 掌管沙伦牧放牛群的是 沙伦人士提赖 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 亚迪赖的儿子沙伐 掌管陀群的是 以史玛利人阿比勒 掌管驴群的是 米伦人耶西迪亚 掌管羊群的是 下甲人雅西 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 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 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 哈摩尼的儿子 耶协作王众子的师父 亚西多福也作王的谋士 亚迪人护筛作王的陪伴 亚西多福之后 尤比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和 亚比亚他接续 他做谋士 约亚做王军的元帅 历代至上 第二十八章 大卫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和伦班福士王的军长 与千夫长 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 并官长 以及大能的勇士 都到耶路撒冷来 大卫王就站起来 说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 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 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作为我们神的脚凳 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只是神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你是战士 流了人的血 然而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因他拣选由大卫首领 在犹大支派中 拣选我父家 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 他又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 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 做耶和华的国位 治理以色列 耶和华对我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建造我的殿和苑语 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 我也必做他的父 并且他若恒久遵行 我的诫命典章 如今日一样 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 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 我们的神也听见了 你们应当寻求 耶和华你们 神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 遗留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未业 我儿所罗门啊 你当认识 耶和华你父的 神 全心乐意的是奉他 因为他见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物要谨慎 因 耶和华俭选你 建造殿宇 作为圣所 你当钢墙俱行 大卫江殿的游廊 旁屋 府库 楼房 内殿 和施恩索的样式 只是他儿子所罗门 又将被灵感动 所得的样式 就是 耶和华神殿的院子 周围的房屋 殿的府库 和圣物府库的 一切样式 都只是他 又只是他 祭司和立位人的 班次与 耶和华殿里 各样的工作 并 耶和华殿里 一切器皿的样式 以及各样应用 金器的分量 和各样应用 银器的分量 金竹台和金灯的分量 银竹台和银灯的分量 轻重各都合一 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 银桌子的分量 也是一样 纯金的肉叉子 盘子和绝的分量 各金盆与各银盆的分量 金金相谈的分量 并用金子做车式的 基路膊 基路膊张开翅膀 遮掩 耶和华的约会 大卫说 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 耶和华用手画出来 是我明白的 大卫又对他儿子 所罗门说 你当刚强壮胆去行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 耶和华神就是我的 神 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直到 耶和华殿的工作 都完毕了 看啊 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 为要办理 神殿各样的事 又有灵巧的人 在各样的工作上 乐意帮助你 并有众首领和众民 一心听从你的命令 历代至上 第29章 大卫王对会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是 神特选的 还年幼娇嫩 这工程甚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 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我为我 神的殿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还有红玛瑙 可镶嵌的闪石 彩石和一切的宝石 并许多白于是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 神的殿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 神的殿 就是额匪金三千塔连德 精炼的银子七千塔连德 以贴殿墙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并集将人的手制造一切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 众组长和以色列格支派的首领 千夫长 百夫长 并监管王公的官长 都乐意献上 他们为 神殿的使用 献上金子五千塔连德零一万打烂 银子一万塔连德 铜一万八千塔连德 铁石万塔连德 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 送入耶和华殿的福库 因这些人诚心奉献 以完全的心乐意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魏王也大大欢喜 所以 大魏在会众面前称颂 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耶和华呀 尊大 能力 荣耀 强盛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耶和华呀 并且你被尊崇 为一切之手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同管一切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慎魔 我的民算慎魔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一切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 不能长存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语 都是从你而来 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 我又知道你察验人心 喜悦正直 至于我 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 这一切物 现在我喜欢献你的民 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耶和华 我们列祖呀 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 神啊 求你使你的民长存 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新规项目 又求你赐我儿子 所罗门完全的心 遵守你的命令 法度 律令 成就这一切的事 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语 大卫队全会众说 你们应当称颂 耶和华你们的 神于是会众称颂 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 神低头敬拜 耶和华与王 次日 他们向 耶和华献别的祭 又献凡祭 就是献公牛一千只 公绵羊一千只 绵羊羔羔羊一千只 并同献与耶和华的奠祭 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 那日 他们在 耶和华面前吃喝 大大欢乐 他们奉 耶和华的命 在高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座总管 又高洒都座祭司 于是 所罗门座在 耶和华所赐的位上 皆许他父亲大卫做王 大响亨通 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 众首领和勇士 并大卫王的众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 耶和华时所罗门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甚为尊大 极其威严 胜过在他以前的 以色列王 耶稀的儿子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做王共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他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享受丰富 尊荣 就死了 他儿子所罗门 皆许他做王 大卫王史中的事 都正写在 先献撒朔木尔的书上 和先知拿丹并 先献加德的书上 他的管制和他的永利 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 所经过的事 都写在这书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